各位环球的常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花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辞机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清代雍正时期的粉彩花卉文盘 它的真伪 大家要一定要注意的是 那么在民国时期呢 出现了一批仿雍正时期粉彩的器物的东西 但是呢 它呢 由于这个材料 跟雍正时期已经不同了 所以呢 它会出现一些最明显的问题 就是它的材料要么过于浓艳 要么过于淡雅 那么现代呢 有一些人 对雍正时期的粉彩进行了仿制 仿制的时候呢 出现最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出现在色彩上 一个是出现在 所谓的绘画上 绘画呢 它由于是先去拍图 踏图呢 再加上这个画师本人呢 有一定的功力 所以呢 会让不少的人打眼 但是大家千万记住一点 它的色料啊 跟雍正时期完全不同 因此呢 它烧出来的颜色 比雍正时期的呢 有很大的差异 尽管它在色色上啊 是极力的想去模仿 但是呢 它完全做不到啊 大家可以经过对比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另外呢 就是在圈足和款制上 那么它可以仿照雍正的那些圈足去修足 但是在款制上啊 由于使用的笔笔触啊 不符合雍正时期的笔触 而且呢 写的字呢 也跟雍正时期的款制写的啊 有非常大的差异 大家对比仔细看就能看得出来 这些东西呢 没有别其他的捷径 只能是天天看真品啊 大家记住你天天看真品 你看假的东西才能看得出来 如果你天天看假的东西啊 你会把真的东西都看成是假的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看什么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